都是3000元价位段 15和13pro应该怎么选 哪款更值得入手呢 我的建议是都别买 直接选择这个13pm 256它不香吗 这一批就是昨晚刚从当口老板家里面搬回来的机器 像这个13pro系列目前是出货量最大的 基本上来多少就出多少 特别是卡贴的这个13pm 256G 目前的市场报价是3800 边框的话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划痕 玻璃背板的话也是滴水承珠的 给你们看一下同行 现在这样的机器还是出多少 4499 但是在小阳这里直接3999起 那么同样都是3999的价格 那这个13pm和15哪一款更值得入手 首先从外观尺寸方面 一个是6.7英寸 一个是6.1英寸 虽然说15拥有更加先进的这个灵动导 但是的话你只要体验过就会发现 可适配的应用真的是少之又少 甚至玩同一款游戏的时候 15的视野还会遮挡住一块 而且15对比13pm来说 理论性能仅提升了10% 如果说是日常体验 两者是差距不大的 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有高刷加持的这个13pm 在动效方面会更加的丝滑 当然15的这个拍照硬件 确实要优于这个13pm 4800万像素的一个主摄像头 直出的效果来说的话 放大之后的细节要更加的突出 但是这个13pm却拥有长焦和一个激光雷达 在对焦速度和望远能力上肯定是 2115的 而且要说到3000多的一个价格 15最多你就只能入手一个128G的内存卡贴的 2023年的今天128G真的够用吗 而反观这个同价位的13pm或者是13pro 256的512的基本上任你选择卡贴的哈 所以说你现在还会纠结15和13pm怎么选吗